黑色上衣的男子搭讪到了一名女旅客 就给这名女客讲 就说自己的钱包丢了 然后自己又着急坐手回家 这名女旅客也是轻信了这名男子的搭讪 然后就加上了这名男子的微信 把钱转给了这名男子 仙人现在马上要离开管界了 请迅速到西天桥对其进行控制 在此我们提示广大旅客 在火车站警惕陌生人搭讪 这些不法人员会以钱包丢失 或现金不足为由 来博得他人同情 进行钱财诈骗 提示广大旅客 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 谨防上当受骗